你知道他們傳說中說什麼嗎 只要我吃的夠快 辣就動不上了嗎 眼淚 辣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要去做一個挑戰 就是我要去挑戰 各大網紅都去挑戰過的 一間韓國最辣的雜豬排店 這間雜豬排店有名到 就是你只要跟韓國人說 最辣的雜豬排店 基本上韓國人都知道 這間雜豬排店是哪一間 這間店我在抖音跟小紅書上面 都刷到過 那些網紅的影片 要嘛是吃到邊哭邊吃 要嘛是吃到快要死掉 然後我就在想 他們到底是演出來的呢 還是真的這麼辣 所以呢 我今天就要本人的親身去試試看 那我們就走吧 既然你們知道 我現在為什麼在便利店門口嗎 因為那間店上面寫著 要自己帶飲料去 就是他們沒有解辣的東西 所以呢 我就上網查了一下 解辣的東西有什麼 然後我查了一下 解辣最好的方法是牛奶 所以呢 我現在就要來便利店買一桶 牛奶帶過去 走吧 我要買最大桶 對 我怕你不用喝 我可能要來三桶 就是那種手拿餅的那種 它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買那種 這一個的那種 有些時候我買了三個 最大的時候就這樣 冰塊不能下來買 冰塊就要買 會跨給人 這個景點 連冰塊都跟我想好了 他一直覺得我會死掉 我看起來真的不是太誇張 然後他們整個冰往裡面喊都不行 他昨天一直勸我說 牛奶你不要去 就是你這不 不會吃辣的人 你要去挑戰真的 不可能 你不可能成功的 這個姐姐知道我 一天只吃一餐 所以呢 他就叮嚀我今天 在吃那個豬排前 一定得先吃飯 所以呢 我今天就很聽話的 在見到他前 塞了兩個麵包 我太收溫了 我們剛剛要去打車 他說對 你要去藥局 我去藥局給他買個味藥 他很像要吃完 味道怎麼辦 他覺得我會 到這種程度 我的天啊 可是這待我們吃完 就去醫院啦 有這麼誇張嗎 有 你吃完就知道 萬萬一我們先買著 萬萬一我們先買著 日本的食物 吃的時候 皮膚痛的時候 有時候 可以喝的藥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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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快的藥 這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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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過分了 我來我來我來 那我得喝 沒事沒事 這是我給你買的藥 我怕你出事 這個藥 這個藥 釣到裡面來吧 嗯 這個是擠 擠叫香 他說它是 也是那種水質的 然後 拿來這樣擠著喝的 裡面有四個 然後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 你一天都可以吃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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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來電力店 又給我買一個冰塊 我們住在那裡 有雜豬排店的旁邊 我以為要不然是買這種大盤 這種很大的你知道 會不會太大 太大大 還有冰杯吧 冰杯 你真的不用大杯嗎 你小杯還大杯 小杯的 真的嗎 真的啊 我看你等一下很瘦 不夠你跟我說我再幫你拿 好 這裡就是 那個 這個 爆辣之彩店 他外面卡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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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活得出來呢 後面這間店 我有點緊張 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 可以嗎 他後面這面搶 全部都是成功的人 就是 吃完那個豬排 全部都成功的人 這是辣豬排 這是大豬排 這是大豬排 超大豬排 大豬排我可以 但是辣豬排我可能不行 你看那個 那是很複雞 那是很複雞 我應該也可以囉 不可能 他的菜單在上面 你這個樣子好搞笑 他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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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上面很累耶 我想吃那個 台灣生物桶 妳呢 妳就是那個 提筋 我要提筋 提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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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姐姐剛剛幫我問了 萬一 就是我們那個很辣的 豬排沒有吃完怎麼辦 因為我們有擔心浪費的問題 然後幫我回答一下 因為他量還挺大的 然後很辣 就是基本上正常人挑戰不了 所以我問他 能我們打包走嗎 他說不行 他說就是他們自己 會利用回收掉 然後不用我們去擔心這件事情 因為有非常多人來打卡挑戰這樣 所以我們呢就是吃不完 跟他講挑戰失敗 他就會回收走 阿姨問我說 我們有沒有自己買 有沒有買過來 我說有 他說沒有買的話 他就看你去旁邊 便利店門 我說我們買了兩罐 他說對對對需要的 我大點被笑死了 我給大家看看 這位姐姐給我準備了什麼 牛奶一瓶 牛奶兩瓶 冰塊一個 胃藥一大盒 你會要不要現在先吃一個 要嗎 問你自己的 好啦先吃 我去倒數 這個胃乳很噁心 但是他很有用 他這麼黏黏紅骨的 你不要再勤了 哈哈 那他真的超人用 這個就是傳說這種死亡炸豬排 這個就是傳說這種死亡炸豬排 你看他這個顏色就很恐怖嗎 你確定了 然後三片欸 我先吃吃吃 我有點打這堂鼓 你要聞嗎 這個不是正常辣椒味啊 這種是工業辣椒吧 好恐怖這個味道 我先吃一口白飯店的味 剛才帶來很好心的問了我們 你到底有沒有吃飯 你到底有沒有吃飯 等一下你先幫我開牛奶好不好 我笑死了 你先小快一點嘛 你真的要那麼快的快嗎 你知道他們傳說中說什麼嗎 只要我吃得夠快 只要我吃得夠快 辣就動不上了 他還聽來在謠言 oh my god 走慢我有點緊張 你真的好快喔 辣嗎 你已經可以打嗝了 快點牛奶喝點牛奶 快快快快 劉芸妮你的眼睛沒有淚光欸 好辣 我就跟你說肯定很辣 好辣 這哪種辣 你快點喊一塊冰塊冰塊 他整個臉開始抖 鼻涕 你鼻涕出來了 流血 眼淚 好辣 你才第二口耶 我這一塊 我不是 我不要 我們兩個要一個人活著的 冰塊會好一點嗎 大家我才吃這樣子而已 沒有開玩笑 抖音跟小黃書上面的人是真的 真的不是效果 抖音跟小黃書上面的人是吃這麼多 以上 我今天用防水睫毛膏 我今天用防水睫毛膏 我笑死了 大家我還要再切膏 我的手在抖 快 快快點吞 快點吞 吞下去就好 不要細腳 不要細腳 然後快快快快 我吃辣嗎 閉了嗎 我辣了嗎 嗯 沒有那麼辣的感覺 真的嗎 愛琉璃 你如果真的能吃完一整塊 想要什麼我給你買 你想要幹嘛 我就陪你幹嘛 我請你吃一個月的海底撈 每天都吃 不要為了一個月的海底撈 去城牆 想自己喔 好 只要我吃得快 辣就跟不上 你是不是因為有吃過的冰塊 所以舌頭沒辭絕了 啊 我感覺我這個一直在燒 這樣可以一定要餵藥啊 我都說了 舌頭後面 整個燒起來了嗎 後面 你貓好好喝三、六、六、六 我好悠閒喔 你看一下你 他在那裡哭 我在那裡吃我的蝦 喝著我的可樂 大家我這個沒辦法 怎麼吃了四口 不會吃辣的姐妹們 不要來 剛剛那個姊姊也吃了兩口吧 你覺得怎麼樣? 她吃了很小口的兩口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那個蘸料真的不是人能吃的味道 它不是普通的那種辣味 然後呢 我影片目前就先到這邊 如果晚一點我的胃不舒服 我再來跟大家更新我的近況 那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掰掰 有否可能是我的天啊 有否可能是否有常會做的 然後就這樣看 我心想看 你心想看